投料新闻来看 劳空七天国定假日恢复 引发工商界大佬不满 扬言将全面退出劳资协商 七大工商团体昨天站出来举行记者会 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就痛批 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困境 因为多休一天假 就得多付九十一亿的成本 而劳工团体在场外抗议 还冲进了十二楼的会议室外 一度爆发激烈推挤冲突 不满工商团体要求政府撤回七天假 劳工团体来到工种大楼前抗议 原定上午十一点七大工商团体代表 联媚出席举办记者会 要求政府兑现承诺取消七天国定假日 但没想到劳工团体冲上十二楼会场外嗆瞎 要求公开辩论并硬闯记者会现场 爆发好几波激烈的推挤冲突 厂外劳工抗议厂内七大工商团体继续开会 劳资双方人没交集 针对恢复七天国定假日 工种痛批政府言而无信 当时明明协商取消七天国定假日实施全面周休二日 如今新政府一昧讨好劳方 根本没考虑资方经营困境 因此七大工商团体决定联手向政府下最后通牒 要求政府信守承诺 否则资方不惜撕破脸 未来将全面终止劳资协商 如果这次协商的结果 没有办法照协商的方式 那么即使在这个会期来完成 那我们决定终止协商 台湾这个社会 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和谐的环境 而不是大家每一次遇到事件的时候 就用冲突的手法来抗争 假使抗争可以达成所有的共识 那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就永远就是用抗争来达成就好 七天国定假日争议 劳资双方僵持不下 对此劳动部长郭芳玉指出 劳工法定公时改为单周四十小时后 尚未修正劳基法第36条 立假日休息日的规定 因此周休二日仍无法全面落实 导致劳工少了七天假 因此现阶段周休二日还没落实前 先把七天假还给劳工 等到未来全面修法落实周休二日后 公务员与劳工劳动条件一致 国定假日七天假就会取消 记者黄略张国梁 陈昌伟台北报道 华航企业工会提出了八项诉求 昨天和董事长何暖轩协商破裂 工会决定将在七月一号依法请假 也不排除发动罢工投票 上午十点开会时间已到 但在台北接受广播电台访问的 华航总长何暖轩还不见人意 引起工会成员不满拍出抗议 何暖轩才出现 黄略企业工会提出八项诉求 要求何暖轩比较空服员工会的处理 照单全收 包含空勤差旅费 每小时五美金 地勤津贴提高到一万五千元 保障年休一百二十三天 国定假日上班给付两倍薪水 交通时间也要并入工时计算 以及提高现有证照津贴等诉求 双方意见僵持 引发工会强烈不满场面火爆 上午协商没有结论 下午一点半再度展开第二次协商 但谈判不到四十分钟 何暖轩请同意恢复员工年度净之 但谈到交通时间并入工时计算 谈判又陷入僵局 到了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双方还是没有共识 光会立即七分的宣布 七月一号依法合法请假 也不排除发动罢工投票 我们今天跟公司的谈判 很遗憾的破裂了 结商破裂 然后刚刚宣布是七月一号 依法请假 可是目前我们现在内部要回去召开会议 然后进一步的消息 看怎么做 我们内部会议有三条路 一个是依法请假 一个代工一个罢工 我们看要怎么走 何暖轩希望工会与员工给他两个礼拜时间 但工会表示 七月一号员工可以用特休补驾等方式合法请假 就在华航劳资协商同时 华信航空企业工会也要求华航应该给予同工同酬的待遇 如果七月七号协商没有结果 也将启动罢工程序 记者综合报道 八仙城报意外昨天满一周年 但八仙母公司望海航运 在这个月初却发律师信给新北市政府 要求要将五千万扇款讨回 引起了市政府的错愕 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要向八仙负责人陈伯廷等人 正式提起民事求偿 目前消机会已经受理了107位受害者的委托 而赔偿金额将近30亿台币 八仙城报意外发生后 万海航运捐了五千万给新北市政府 当初市府考量会不利受害者求偿或寻求和解 因此暂时冻结款项 但这个月初万海却发出律师函 指出市府如果不接受捐款就该还钱 万海急着要讨钱 其实有机可循 因为受害者对八仙提起的九波假扣押 最高院陆续财准扣押申请 截至二十七号为止 假扣押金额已经高达七亿两千万 为了替八仙承报受害者讨公道 消机会也开辟正常 将协助死者家属和伤者 对八仙乐园负责人陈伯廷和陈慧颖等七人 提起损害赔偿将近三十亿 考量提起民事求偿必须先缴付高额的裁判费 因此消机会运用消费者保护法提出团体诉讼 裁判费只要六千六降低受害者负担 展开刑事和民事追究 受害者家属认为不只八仙有责任 新北市政府和交通部也难谢责 不只向八仙求偿 受害者不排除 未来对新北市政府和交通部提起国赔 承报事件满一周年 受害者还在为官司奔波 只为讨回公道和应有的赔偿 多重障碍者在谋职过程经常遇到困难 今年三十八岁的多重障碍者阿富 经过了职业训练 四度眉合之下终于找到了工作 用手比触OK 这是同事和阿富最常用的沟通手势 因为有听觉和肢体多重障碍 让三十八岁的阿富接受职讯后 终于第四度眉合成功 获得饭店清洁工作 穿上印有无声工作员的围裙 使用免动手拧干的拖把 透过植物再设计 运用工具帮助阿富提升工作效能 再加上同事指导全都虚心接受 如今阿富在饭店已工作长近半年 比起一般人还认真负责 是饭店经理给阿富的最佳评价 前一个月都一定有一个人 陪在他旁边 然后一直跟他讲什么 每天听到都是 手势一定是打叉叉的 比到第二个月的话 这个叉叉就慢慢的减少了 劳工局表示 多重障碍者工作效率较低 一般在就业市场的 媒合难度相当高 那他们可能在这种人情的适应上 这种沟通的对谈上 还有这种的认知的功能上 有障碍 那可能就是必须要透过 更专业的这些的救护员跟指管员 能够来做这种的密集辅导 帮助多重障碍者回归社会 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职讯中心希望各界 多付出一点耐心和爱心 以更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他们 给他们工作机会 记得李审萌招全高雄报道